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他鼓励 祝他身体健康 继续为台湾 冲冲冲啊的化妄 OK 画面是这个蔡总统 在这个新北市所举行的这个 叫什么 造势大会 那出身新北市的这个 旧台北县的老县长 苏贞昌院长也到现场去了 那因为这几天 院长因为 说是颜面神经有些什么病毒感染之类的 所以他的脸的这个肌肉 可能有点僵硬 有点歪斜 所以外面的传闻很多了 那最戏剧化是这个 张善政补习班班主任 他说这个在乱说话 就把他关回去医院了 那这个院长的女公子 这个苏巧慧委员也说 这种诅咒式的发言 事实上在今天台湾的民主 以及善良台湾 这种语言应该要得到 很多负面评价才对了 苏贞昌暴病为小鹰站台 刚才看到画面里面 院长也非常慷慨激昂的发表 他演说 他说国民党不分区又红又统 他说我不敢玩 我拼命这张也一定要赢 他认为说过去 一整个世代的民主奋斗的果实 不能被这份又红又统的名单 给糟蹋掉 那韩十二月回访本命区 2020局势能不能够翻转呢 那倾听之旅返回本命区 韩国瑜去高雄造势 那韩国瑜说高雄人要出总统 国瑜要出总统 他夫人之前讲说 南部没有出家的总统 旁边就台南人 你的历史这么健忘 结束倾听之旅回访 韩国瑜要让高雄出总统 也可以出头天 那这是他的说法 不过这个说法 这个杨秋新前高雄院县长 不以为然 杨秋新狠批韩国瑜真不要脸 国民党参选韩国瑜一日造势活动 寻求民众支持 多次呼吁 让高雄人当总统 对此杨秋新在脸书贴文 真不要脸的韩国瑜 还质疑韩国瑜是高雄人吗 重点 你是高雄人吗 北文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质疑真的是 就是韩国瑜他从当选 去年1124当选高雄市长以来 确实 我们可以数数看 他在高雄的日子到底是多少 那真的会让人怀疑说 他到底是高雄人吗 他是高雄的市长吗 他有在替高雄的人讲话吗 那他这一次为了要出来参选总统 那当然我们也是觉得很好奇 他连一个高雄市都已经管不好 他却想要管理整个国家 那他自己的借口是说 这是他跟高雄人的君子之约 说什么要透过管理整个台湾 然后来改善高雄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有点像 今天如果我交一个男朋友 然后我男朋友一情别裂 他刚答应跟他交往 然后他就跑去找别的人 然后他还回来跟我说 因为这是我的君子之约 我觉得我要透过跟别的人好才能对你好 政治复兴汉 完全全就是政治复兴汉 那高雄人是完全是被复兴的那一个 所以我觉得高雄人现在会伤心 会难过其实也都是起来有志 而且高雄人现在会生气会愤怒 会觉得说被人家知道自己是高雄人 他很想要跟韩国瑜切割 我觉得其实这些就是韩市长 他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反省 那所以说他自己说他是高雄人 我想高雄人应该不太想要承认他是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还在回归 你今天作为一个高雄市长 你今天作为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你的高度到底在哪里 你的诚信到底在哪里 你想要为这块土地打拼的那种决心 到底在哪里 那在韩国瑜的身上 我们只是不停的看到他的一些 让我们觉得说就是教坏小孩 就是看到的时候很想把他转台 很怕说小孩看到他的发言的一些话 然后以及包括过去的一些作为 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李嘉芬 他们家族 这一大堆的丑闻 那这些东西其实会让人觉得看得很乌烟瘴气 那也是就是这一场选举是我们看过 觉得我自己从小就是出生在1987年 这样就是整个台湾民主化之后解研过程中 就是这三十几年来看过真的是最low 就是格调最低的一场总统选举 那真的是很希望说韩国瑜他真的 他要好好的当高雄市长就好好的当 要好好的当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就好好的当 不要这样就是整天在那里胡言乱语 那真的是让人觉得说选到发疯了不知所云 甚至也可能冒出了真心话说要唯一支持蔡英文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挺好笑的一个现象 OK佩帆你过去对一些外交的事务 都多手涉略了 有关这个共谍案 那这个韩正宜这边都说 那天还说澳洲也有媒体之后 这根本就是个大乌龙什么之类的 以你对国际事务的敏感 您认为这件事情未来还会有后续的发展吗 我觉得这个共谍案其实是一个冰山一角 就是说我们这个共谍案 但是现在也还在澳洲那也还在调查 也还在想说这个王立强到底是怎么样的背景等等 但其实他反映出来的其实是 我们应该看到他更深更结构面的问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过去这几年来对于台湾的渗透 对于台湾基层组织的这一种入侵 那这马英九执政的这八年以内 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很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各式的分支 开始在台湾就是可以开始的更活跃 那包括说我们的很多的里长 包括说我们很多的学校 学校的校长教师那甚至到学生 以前是大学生去跟中国进行交流 现在高中生国中生现在连小学生都有 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宗庙 我们的宗教宫庙的组织 这些许多的竞相团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民意 其实真的是在台湾只要任何人 你只要肯被中国共产党收买 你绝对都可以被收买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共亭案 是让我们觉得最忧心最担心的地方 那尤其现在是选举的期间 选举的时候大家最怕什么 就是大家最看对多的就是LINE LINE的群组到处讯息传来传去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假新闻假消息 那有的其实我们看起来会觉得很夸张 但是偏偏就会有人相信 所以像这一些的 其实你说这些来源是什么 怎么会有人整天闲着没事做在写假新闻 就是有 因为他对于台湾的民主制度 是想要去破坏的 他想要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利用台湾的这种空间 来行破坏台湾的民主 他掌控台湾未来的这种知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共亭案 我们要看得到 表面的当然我们要看 那包括说这个人 这个身份等等我们要看 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更深的 那也是我们刚才讲到 从外交从国际的情势来看 现在为什么美国对于中国 这么的防范 就是以前其实在几年前 美国对中国其实是很称赞的 是觉得说这个中国起飞之后 他的政治整个也就会起来 那也成为世界的一份子 但现在其实包括美国 日本澳洲 还有欧洲的国家 对于中国都是非常的提心吊胆的 非常的戒胜恐惧的 其实也就是因为中国这样对外 输出的这种影响力 输出他的这种威权 那我们就是在理论上 有一个锐实力 其实就是说 我们除了硬实力 软实力之外还有种很尖锐的这一种 就是中国现在透过这种文化 这种教育 宗教 这种可能看起来很软 然后可能看起来 你也不见得找得到他的来源 他不知道之后 他后面是中国共产党在支持的 透过这种种的方法 想要影响其他的民主国家 那在香港其实他就是非常硬生生 非常血淋淋的 直接公然的来 那在台湾 他就透过这种各式各样的渗透 来进入就是进入台湾的社会 想要来改变台湾的民心 想要来掌控台湾的社会 想要掌控台湾的未来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台湾最值得有心的一件事情 在评论点出说台面上跟大家讨论共谍 可是那个看不见的渗透 甚至像那个吴瑞仁他们讲说 那个什么 在吊灯里面那条锯 我们看到吊灯很漂亮 可是如果里面藏一条蛇 这种隐形的潜伏 在关键的时候出来咬人 台湾人民不是反中 而是对我们国家的主权 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安全自保的原则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 有一家叫做中天眼镜的 立刻挂出一个布条 说中天眼镜不是蓝莓 真的不唬烂 我们有看抗蓝光 OK 扫着红台湾 一家不知道在桌上 来打一下 来17分 对 时间大概90秒 对不起 给你做个结论 不好意思 那个中天眼镜 它有好多家分店 好多家分店 零锁店 对 其中有一家就贴这个布条 然后网路上疯传笑得要死 那我觉得对韩国瑜来说 他不是昨天回到高雄 去回防高雄 连跑八场吧 他一回到高雄 第一句话是 我好想念大家 我觉得对我们高雄人来说 就是你可不可以 不要一直吃我们豆腐 就是一直被你玩 你明明就已经没有要理我们了 你就已经跑掉了 然后可是你三不五十 都要撩我们一下 就是没事 又把我们拿出来玩弄一下 说我好想念你们 我觉得你在不断的使用这一招 你真的会在高雄本命区输到脱裤子 潘恒旭说只要高雄赢 我们全台湾都会赢 问题就在于现在所有区域输最多的就是高雄 给你高雄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还要再拿一件中华民国总统这件衣服呢 明天我们专访首都市长柯文哲 请准时收看拜拜